各位鄉親我們來看今天是十步的重點 我們先來看聯合佈 從上公會表示 年價平義委員會做一開會過期 一星期今年三個價錢 原地一斤四十三塊半會起到四十五塊半 大賣價錢是由一斤五十三塊起到五十五塊 這是這個月年第二次起價 三個價錢和大賣價都回到今年新的觀點 所以我們來看中國師傅 中央這個就要到了 一個拜訪賣的人可能賣購 經激特三行政的資料顯示 土北市中二三豬肉平均一公斤是九十一塊 起七點二% 價錢和海賞頂頂的價值也不少 再來我們來看自由師傅 警方最近正辦一件詞騙集團的案件 發現其中一個省元和台北市警察局 一個二九塊的十五警察 胡亦宣有密切的連絡 想不到他們兩個人是南都朋友的關係 這個十五警察還要射險利用經用系統 替南朋友查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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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 為作文書頂頂的罪嫌以上 信北地檢數正辦 把腳趁軟軟軟在國體頂上 自己協助在 它是南港文教信貨的環境 很方便大大 以前一直像媒體般民 這次又涉嫌和武法集團告結 又可以去經激正義 邱信員警在中裁分局表現是交訪非常複雜 涉嫌 洩密 偽造文書等罪 今新北地院核定 駕壓禁見 本局將以警察人事條例予以免賜 幸福的環境調派南港前 又在中山婚教任這月的時候 就有很多次危機行為 如果在上班時間 頭開警車載朋友 又急報到萬費 警方又查出他跟犯罪集團 交往密切 涉嫌亂用警政系統查個資 好親像涉嫌給補法集團 做詐騙頂頂 歡迎二時依照涉嫌涉嫌 涉嫌比別頂罪 給它裁定是否決定 我們除了宣導之外 我們還會持續的清查 在偵辦任何案件的時候 都會去調查 通了有沒有涉及不法 如果有涉及不法 我們絕對會緣辦 面對經濟宏浦說的嚴格的查辦 不過台北市學校來一直出現 警察的危機 所長真的有跟難道聯絡嗎 將涉嫌路派出所長 跟詐騙集團共謀 涉嫌查個資 提供台北幹部 有很多案子負責讓人起訴 中情一份叫信任的行政 也是違法查個資 好親情給朋友做違法的事 給減調來予淡 警戒危機的經濟這麼多 做人民的報部 本來是要當地犯罪 電動在的協助犯罪 這玩意讓警戒百壞 輸人這次的國際一筆 記者 中華報道 記者 中華報道 請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